每日为您,带来有温度的娱乐周边报道,欢迎点击用上小关注说一不二可能借着七夕情人节的热度,一道有关恩爱撒狗粮的新宗妻子的浪漫旅行开播,四对天差地别,风格就引的明星夫妻,各个承担起节目的流量。 张迭谢娜首度亮相综艺大四月狗,陈小春英彩儿这对互对互爱的互动若有趣,新婚夫妻付新薄,隐儿秘密漂流,的带着学习的架势,老夫老妻担当本以为是节目中平淡的存在,带节目一听不播立刻登上头条,场景无限风光。 作为实力派演员的郭小冬,除了之前真正男子汉中的精彩表现受到关注,基本没啥太多流量,如今凭借病态或您相处模式上了热搜,再怎么说都是有损形象的吧,不怪是黄群众吐槽,是这对看似人爱的夫妻,相处模式真的奇葩。 作为典型的中年钢铁直男,郭小冬这个型号跟陈建斌随硬,但鸟总的宠妻不同,对妻子的要求堪比现代版三丛四灯,承认思想保守,不让妻子在外面穿短裙,带老婆回老家过年,因为传统居然没有老婆上桌吃饭,呦呦呦,大清还没完啊,如果说这只是部分地区的习俗,郭小冬不得不回乡顺俗,那么演播室, 她的一系列言论,让同类男人的几位嘉宾都震惊不已,她表示结婚十亿年,不仅没带过钥匙都不知道,家里钥匙长啥样,在给妻子的手写信中,表示,结婚后,没有私自去旅行,私自的这个词用得真好,后面的括号,看着让人心疼。 节目刚开始,为了测试明星夫妻的默契度,让大家一老地方,为主题猜对方可能在哪里,本来结婚时间最强默契度也应该最高的郭小冬成丽莎,在其他三对夫妻的衬托中惨败,没有约会过,提到老地方就是家。 两个人在平行时空中错过,为家庭牺牲了浪漫的成丽莎,一个人在餐厅吃完饭,还要回家看不解风情的丈夫,除了牺牲掉美丽和浪费,成丽莎付出的还有事业,在和其他妻子交谈,使成丽莎不无遗憾的感感,从结婚后已经十亿年没拍过戏了毕业级出道,出道级女主,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优秀, 却因为家庭,或者就是丈夫沉默地反对将一切努力复之东流,即使这段婚姻,她因爱付出,但也能听出其中的不舍和无奈,最后特地告诫谢娜,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事业,不能放弃,为了怀上二胎,成丽莎自暴打了一百多针,可惜最后也没怀上却由此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患上了抑郁症,而眼波听的郭小冬一脸震惊, 显然对妻子这段经历好不知情,同样经历为孕艰辛的章节,虽然没说什么但表情说明一切,从节目中成丽莎看郭小冬的眼神,真的眼睛里满是小星星,越是爱的炽热越有的观众,为他不值,其实也不用为他抱不平,郭小冬十几年如一日的末世妻子需求, 更成丽莎的宠溺不无,关系曾经在某节目上成丽莎的女夫知道,就曾让人大跌眼镜爱她,却要把她宠到生活不能自己,这样就不会离开自己了成丽莎,完全就是朱雨晨妈妈心目中而媳妇的标准啊,爱到丧失自我,丈夫如天,且妻良母,估计培养一样早上次点起来顿离职,也是可以的, 只是不知道朱雨晨还能不能等到成丽莎2.0了,这对夫妻的认知中不存在不平等,一个月打一个月来的相处模式,造成如今这个结果,谁都怪不着,没有约会,没有求婚,因态而得快人快语,确实扎心但也说明问题,新时代,女生有自助选择爱情,追求爱情的权利,但绝不能将爱人凌驾于爱及至上, 爱到了失去自己,丢失人生根基,这种爱看似伟大实则愚蠢,希望姑娘们能找到一个体谅,爱你的人共度一生,别因妥协而受尽委屈